我們現在來看麗底酒 現在他說有質量 使得負荷充公斤就10公克 的子彈比400公尺每秒 將水平射入一個固定的木塊 穿輸後的速度是100 他說若將該木塊置於光滑水平面上 子彈能以V0射納 他說且能穿過木塊 則指木塊質量最小是多少 首先我們看 看這個木塊能夠吃掉多少動能 這個是Fs Fd D的話是蛋液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2分之1 M V平衡減掉這個平衡 我們取正的 400平衡 V0平衡 減掉V平衡 這樣子 好 那我Fd就算出來 Fd算出來的話 現在這個是光滑 光滑他射過去的話 這個是固定的 所以的話呢 他這個 這沒有動能 但是如果呢 他是可以動的話 射穿以後的話 他損失的話 事實上是內動能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射穿以後 他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 動能 就是說 1分之1 Mu V0平衡 因為一開始 他相對速度400 V0平衡 那扣掉什麼呢 作用我以後的內動能 這是2分之1多少 Mu V12' 這個我叫1好了 他再叫2 V12' 好了 他這個等到 這是等於Fd 這樣子 好 那Fd的話 那所有我知道 他這一項他是大於等於0 那我就把他移過去 移過去 移過去要得到多少呢 或者是說 因為這大於等於0 所以代表呢 這個好像是小於等於這個 那我就知道 因為這大於等於0 所以 沒有 這一下要大於等於這一下 就這大於等於0 這2分之1 MuV0平衡 等於Fd 加上2分之1 MuV12' 平衡 那這一項大於等於0 等於0 那就是相對靜止 就剛剛好跑出去了 一起跑出去了 這是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Fd MuV12' 那MuV12' 我已經算出來了 2分之1m 這個是 V10-V平衡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2分之1消掉 2分之1消掉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Mu Mu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大M加小M 那小M 那小M剛好可以消掉一個 消掉一個的話 就知道這個 大M呢 除以大M加小M 大於等於多少呢 我把V10平衡除過來 V10平衡的話 這是400 平衡 平衡減掉100 平衡 那除以400平衡 400平衡 那就是 16-1 15 那除以16 44-16 除以16 大M 大於等於15大M 大於等於15大M 加15小M 大M 也就是說 大M至少要等於15小M 大M至少要等於15小M 大M至少要15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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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值多少 最小值多少 最小值多少呢 15 那乘以多少呢 10的負荷次嗎 所以這是0.15公斤 最小值多少 最小值多少 最小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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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於選足 1 4 只有4